大家好,我是薛民凤嘉宜的小编Kat凯特 在上次FAN FANG纯股技巧发布后 有同学留言是否可以同样以00757 ETF来操作 好,那就叫贾斯丁顺便比较 大家都很喜欢当定期定额纯股的0050、0056和00757三档的投资报酬率 让大家来参考 最后小编也会分享个人对00757的看法 想要从现在开始立志20年就要财富自由退休的人 赶快动动小手,按下订阅和喜欢,记得开启小铃铛 以后每个礼拜才接收得到定期更新的讯息哦 我们就快点开始吧 先来介绍今天的主角00757 00757这支ETF是由同一投信发行最中纽约交易所FAN Plus之数 纽约交易所FAN Plus 它的实质成分股包含了FANG、Facebook、Amazon、Apple、Netflix、Google外 还有Tesla、NVIDIA、阿里巴巴、百度和Twitter 不过大家有注意到吗 里面有阿里巴巴和百度 是属于中国版的Amazon和Google 比较特别的是百度会被选上 除了因为它是强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外 它另外有跨入电动车市场耶 连经营版图都要完全复制美国的谷歌大神 东施笑评 那就看看笑的美不美啦 大家对美国版的FAN建议股包抽虑 有兴趣的人可以再回去看看FANG理财技巧纳吉来做比较 统一纽约交易所FAN Plus ETF成立于2018年的11月27号 因为成立不到三年的时间 我们截取完整两年的时间来和00500、台湾50和0056原大高股息来进行比较 看看哪一支的报酬率比较好 初步看起来00757是优于0050和0056 但是因为00757它是不配息的 那0050和0056它是有配息 所以我们要把股息还原全值 让比较机器一致再来做计算 以总报酬率00757来看 它是在148% 年化报酬率有大概57% 那00500这两年的配息大概在7.35元 总报酬率是在77% 年化报酬率也有33% 而0056的配息是在3.4块 总报酬率是在36% 年化报酬率是大概在16% 诶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一比较就发现0056整个就是被打趴 报酬率连00757的三分之一都不到 FANGJR股市目前当红的投资组合标的 不过00757的实质成分股中 复制的并不纯 因为它有两档式中概股 毕竟中国努力了近20年 还是没有办法去实现完全的自由经济 股市它然是受到政治的拖累和限制 影响到了它的总体报酬率 所以真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再把正式风险系数考量进去 会比较完整哦 台股因为这一年都来表现得非常亮眼 为了能更客观的来分析报酬率 我们另外把0050和0056 以10年的投资报酬率来分析它们的年化报酬率 以中长期10年来做统计的话 0050它一共是配息了19.4块 总报酬率是在189.54% 那年化报酬率是在11.22% 而0056它的配息一共是11.85元 总报酬率是77.60% 年化报酬率是在大概5.91% 最后总结来说 0056它虽然是标榜高股息 但是其实10年来它的年化报酬率是只有5.91% 与之是说假设我们是每年存股30万 22年后我们的总回送金额的话是只有1300万 那0050的话每年我们存股30万 22年后总共是可以拿回2780万 但是假设我们是投资FANG 每年都投资30万的话 经过22年后总共是可以存到3亿3千万来当做退休金 人生如果只能选择一次的话 你会选 下面留言告诉小编哦 那我们下次见 拜拜